在今年的中国十一黄金周期间 大批的中国购房客利用十一长假来到旧金山湾区 一边旅游一边看房买房 其中以硅谷核心地区的南湾Santa Clara Polo Alto和Cupertino等地最受他们青睐 北京的吴先生在中国从事IT行业 这次十一黄金周 他和太太一起来旧金山湾区买房 一方面是为了孩子来美读书做准备 另一方面也是想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硅谷地区 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反正作为中国人一般考虑的更多的 可能还是为了孩子 就是学区好不好 然后比如说离中国的超市近不近 反正还是他们老话就是为止为止为止 跟国内的房价相比你觉得这边房子 便宜 太便宜了这边 反正国内现在就基本上的情况 反正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在四环 还是南四环卖了一套房子 然后在这边就能在那个evergreen那边买一个single house 尽管现在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已经略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 但对于中国购房者来说仍然吸引力十足 据吴先生介绍在他的圈子里 像他这样利用国庆长假来没买房的朋友特别多 正好十一的黄金周嘛 这个星期六呢就碰到21个人 大部分的客人到这边来呢是用现金来买房子 所以呢他们看到好了就出手 那在这个月从九月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Santa Clara是360多栋的房子成交 那其中我想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很多是用现金呢 有无法呢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 随着中国等海外炒房团的涌入 带受房屋的减少以及持续了数月的房价上涨 种种因素已经把大批的旧金山湾区的本地首次购房者拒之门外 据加州房屋经济协会数据显示 湾区的第一套房购买者在这个季度的成功购房比例 已经下降到45% 比2012年同期的66%大为减少 美国中文电视 驻旧金山记者 严介宇报道